那么随着疫情是持续的延烧 那么确诊人数也是不断的攀升 中国国民党也针对了防疫展开了行动 15号上午是由中央党部配送的 2300个防疫面罩以及300个护目镜 成功抵送到花莲县党部 那么希望能够将这些重要的防疫配备 提供给花莲县13个乡镇施工所 与民众接触的第一线防疫工作人员 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前摆放了好几个纸箱 里头全都是防疫用的面罩 为了守护各项正式工作 第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的安危 国民党中央党部在15号 配送了2300个防疫面罩 及300个护目镜要提供给地方使用 为了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有确实的保护 非常感谢我们江启臣江主席 还有李乾隆李秘书长 就是四处去募集这些物资 捐给这个花莲县工所 以及各乡镇市 一些清洁队啦 还是说一些防疫人员 就是可以使用 在捐赠仪式当中 花莲县市长威嘉仙 也首播代表接受600个防疫面罩 今天也要特别谢谢 我们花莲县党部的主委 张俊主委特别跟 中国国民党中央争取到了 非常多的一个防护面罩的部分 那我们预计也要给我们第一线的 所有的同仁 给同仁之外 也要给我们公有市场的摊商 这样他们有多一层防护跟保护 那我们也希望说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做好防护的习惯 那才能够确保疫情不会感染上升 那我们看到这几天 陆陆续续在秀林地区有非常多的一个 传染的一个状况 那通常我们会发现感染源都是 聚会的时候来产生出来的 那也要拜托大家 千万一定要小心跟谨慎 那我们会做好相关的消毒跟防护措施 而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将会持续募集 更多防疫配备 陆续转送给各县市党部 希望能在疫苗尚未充足之前 让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可以有更深一层的保障 记者许立琴花联市报导